Laser反轉課堂的第二課 形容都是講述我們的系統軟件 今天課堂的重點是三件事 詳細了解操作系統的功能 希望大家懂得講到一些常見的操作系統 然後就可以不同操作系統或者操作軟件的比較 在操作系統上其實功能真的很多 我們主要,這裏是部份,但主要是講這五點 設備的配置、記憶體管理、介面平台、檔案管理和網絡通訊管理 即是說其實如果我去比較一個操作系統的時候 其實我都可能是要按五大功能去比較的 今天在我們這個課堂的稍後位置 我們會有一個很簡單比較 不過那個簡單比較就不是在五大功能上面的 是另一個分類的 所以我想大家完結這課要知道 原來我其實比較兩個操作系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們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在設備配置上面 如果大家有記得我說過 其實操作系統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我安裝了一個新的硬件 譬如說我的電腦安裝了一個網絡鏡 現在可能你上網課要開鏡頭 安裝一個網絡鏡就是時候 其實操作系統就令到我的電腦認得這個網絡鏡 也都令到這個網絡鏡的功能可以和我們的電腦一起去工作 所以其實我們的操作系統很重要的 就是幫我們可以協調到不同的周邊設備 所以以前呢 現在就少一些了 以前譬如說我現在是用ABC那個操作系統的 那你買硬件的時候就必須要看回 究竟你那個硬件 支援ABC這個操作系統 那其實為什麼會不支援呢 原因就是沒有了驅動程式 當如果我弄一個硬件出來的時候 然後在一個市場市場上面其實沒有什麼人用ABC這個操作系統的 那所以我可能我未必會寫那邊的驅動程式的 因為始終我找那個專材又難啦 又要多錢啦等等 那所以我以前買的時候呢 必須要看一下究竟它是支援Window 還是Mac還是Linux還是什麼的 那這個大家要留意 就是你買硬件的時候 理論上其實要注意這件事的 好,第一個了 究竟它那個設備的配置上面 它可以控制到多少不同的周邊設備 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譬如我們現在有一個scanner 我們現在也有一個scanner 我這個scanner只是支援Window而已 那你買一部Mac回來呢 你的scanner就廢了了 那所以這個你們自己就要考慮了 好了,第二件事就是記憶體的管理 這個是你不會發現 但是其實對我們的電腦來說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我也說了,為什麼人家Mac機可以走得那麼順的 為什麼人家聲稱的小手機等等的 原因就是那個操作系統上面那個記憶體管理呢 Mac因為硬件和軟件都是它的 它那個管理上面做得好一點 那所以呢,它就小機會手機 其實什麼叫手機啊 手機就是可能你的程式要記憶體的時候 其中一個原因,程式要記憶體的時候 但是我不夠記憶體 而Mac就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我不是說大家調用去Mac 因為其實我猜現在都不是那麼 Gram的資源上面都不是那麼缺乏 那所以呢,其實Mac的優勢真的小了 以前譬如說,我一部電腦可能是1Gram 2Gram的時候 那你行一些剪片軟件 圖像編輯軟件 可能我Ram的需求大 而如果你的操作系統分配Ram的資源上面是好的 你那部機器是有優勢的 不過現在限定8G、16Gram的時候 其實相對地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但是這個是我們取決的原因 成立了一種 就是我們compare不同的操作系統 就是記憶體管理做得好不好呢 我們都會去到看的 介面的平台,介面期待其實是兩點的 第一點就是呢 究竟我provide介面給用戶用的時候 究竟是好不好 譬如我舉個例子 哦,原來Mac就是 不是說Mac的 Window 例如Window原來呢 我將那個視窗拉到去 例如我按住視窗拉拉拉到角位 它就會自動將視窗變成一半的了 然後他就問我另一半選哪個軟件 令到我們可以compare兩個的 Window的 就是那個視窗的 那Mac是沒有這件事的 所以其實你問我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用戶使用的介面上面 究竟是否user-friendly 那當然其實 第一件事看你慣不慣 第二件事就是看你的應用 所以你真的要親身體驗的 不要人家說 喂,陳大文用Window很棒 買Window啦 陳大文用Linux很棒 用Linux這樣 這個就要留意 第二個介面配合 其實不是人和硬件之間的介面 就是我剛才我之前說過操作系統其實做不完所有的 操作系統上面有一層是一個叫應用軟件 應用軟件和硬件之間其實都要有個介面 我們很多時候經常說interface 是的,interface 意思就是說 究竟我的應用軟件和硬件怎麼溝通呢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操作系統很重要的元素來的 所以你會發覺當如果我寫完程式在Window走到 未必在MacOS走到的 原因就是第一件事它那個 偏譯的不同 第二件事其實它當中可能它們 內部那個應用軟件和硬件溝通的程序 是有些不同的 例如可能Memory的控制等等 這個你自己要留意 檔案管理就是你RAM和輔助傳取設備之間 怎樣寫寫檔案 做來做去 即可能是Copy去 那為什麼我這裡不講硬件呢 譬如說你DVD網 你USB手指都是一個輔助傳取設備 我上課說 所以要記住 我管的就是不是管硬件和RAM 其實我管的是很多很多的設備之間 即檔案之間的來往和RAM 另外怎樣保護檔案 可能這裡沒有打 怎樣回復檔案等等 你會看到現在特別是操作系統 很多這些對於檔案上面的保護 保護檔案上面的功能會加進去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還有究竟你那個操作系統 支援到什麼的格式呢 譬如說你可能有 你的HardDisk本來就是按Window的 那你的檔案就用了Window的格式 然後你走去MacOS有機會開不了 那這個你自己也是要知道 即不要說很狠狠地就轉去算了 最後就是網絡通訊管理 譬如說究竟我在那一部 因為現在其實Internet 或者你的Network上面 就是一個網絡 電腦和電腦之間溝通 甚至乎電腦和你的手提電話溝通 或者和你的手提電話溝通 或者和你的手提電話溝通 等等 我們都會叫這個網絡 這個Network 當然和手提電話溝通 那個小機會 通常是一個 譬如電腦和電腦之間 那你會覺得 那我怎麼協調呢 我怎麼和旁邊的手提電話溝通呢 以前有機會 即是當那時候 不是很統一那個通訊制式的時候 其實你的Mac和你的Window 可能未必溝通到的 又或者限制了某方面去溝通的 那這個是要你考慮的地方 好了 那跟著呢 其實我們就會說回常見的操作系統 那其實 其實我們本身以前就容易處理一些 現在的OS 就是我們的操作系統 通常叫OS OS已經分了幾類 第一類就是一個叫網絡操作系統 或者通常我們叫伺服器的操作系統 那關於伺服器那邊的 第二個就是普通我們平時用的操作系統 第三個就是後起之秀 就是一個流動的操作系統 一些Mobile device 比如iPad Android等等 那在網絡操作系統上面 其實我們有幾項 比如Unix Windows Server Linux 那樣的 那我這裡呢 就只是給你有個概念 還有我希望大家呢 完了這個 Flip之後呢 你再看書裡面看一下 那我在課堂上面呢 就主要會集中說一些 譬如說 可能我未必講Windows Server 我可能集中講Linux 那這個你自己就要留意了 不過Anyway這三個OS 都是用來做一件事 就是去處理一個 伺服器一級的 在網絡上面的 電腦設備 那通常就可以讓到呢 別人共享到你的電腦啊 一些資源上面分享啊 等等的 那期望大家就你自己 記住啦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呢 應該是要去看一本書裡面的 98頁 98... 是... 98頁開始去到 101頁 是啦 那你回看這裏 當然包括了很多不同類別啦 那Anyway Unix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和Linux 都是我們常見到的 那課堂裡面我集中就會講 可能會講Linux啦 這樣啦 另外啦 桌上操作電腦 我猜你們不陌生 譬如你用開的Windows 10 Win10 WinXP Win7 或者你的MacOS Mac機用MacOS 他現在叫MacOSX 那...其實10的意思 那... 那... 你們未必見過的DOS DOS 記住DOS是全部大街的 DOS 那... 那...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 很久以前的啦 大概... 我猜都有... 接近... 三... 三... 二...三十年前的啦 是啊... 就是三十年前真的差不多 那... 那... 這些就是一些普通我們電腦用的操作系統啦 那... 同樣道理啦 那... 有機會呢 我在課堂裡面呢 就未必講完全部的 那... 你自己看回啦 特別是這個 因為你們用的時候多些機會 所以我在課堂就未必講 那... 那... 另外啦 流動操作軟件 你們一定熟識的啦 iOS啊 iPadOS啊 Android啊 那... 那... 這些字 另外一些你未見過 PalmOS啊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這些你未見過的 那... 那... 留意啦 下面這三個書裡面是沒有的 上面這兩個書裡面有的 而上面這兩個呢 已經是Face Out了 Face Out了意思就是不再用的了 那所以呢 就請同學自己去看一本書 有個概念就可以了 我就上課不會講的 那我集中呢 就會去上課可能講 都...其實不是特別講的 都可能是 點一點點提一提大家的iOS啊 和iPadOS Android之間的東西啦 那...這個就大家要留意啦 好啦 那...剛才我一開始的時候講了啦 我們通常有機會在功能上面比較的 那...但是呢 也都有另一個比較方法的 那...就是比較一些特點啦 例如是 它的support用戶的數目啦 如果你有印象上一堂講的單用戶 和多用戶 究竟它是哪個類型呢 它是支援單工作還是多工作呢 那理論上如果... 現在新的iOS 基本上一定是多工作的 你都幾難找到單工作的iOS 所以這個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用戶界面上面 它是... 我們叫command form那些 即是命令行界面 一定是圖像用戶界面 那...通常現在都是... 兩樣都有 或者只是圖像用戶界面 那...所以... 那為什麼我剛才就說 這個... 我們有不同的比較方式 這個未必真是一個很重要的比較方式 即是很常見的比較方式來的 它的類型 它是桌面的 伺服器的 還是流動的 那這個你們要有個概念啦 那我自己來講呢 我覺得這個比較方式 就... 少人用一點的 反而真的在一個系統上面啦 那特別其實現在我猜... 我在課堂上面呢 就會要求大家呢 比較呢 Microsoft Windows 10 呢 MacOS 和 Linux 這三樣東西啦 那我們就到時呢 在課堂就會比較這三個 但我想你初步有個概念 就是... 參考了一些不同比較方法 然後我們課堂呢 就可以呢 去到深入去處理這兩件事啦 那就是說呢 希望同學就是... 這次完了這個之後 因為今天簡單給大家一個概念 大家要看書的 那我們課堂上面呢 就會抓一些 就是拿一些的 相對重要一點點的OS 去做一個介紹 然後呢 我們就... 集中去做一個 OS之間的比較啦 OK 那這裏呢 就是我們今天那個... 的... 課堂情況啦 那... 那... 好啦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也是啦 大家記住 問書 提醒書啦 然後呢 就去到... 預備我們的下課課堂啦 好 那今天呢就去到這裏 拜拜